詞曲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她會動耶 她都還好嗎 她在比對現場跟CD裡面的差別是什麼 CD比較好聽 會覺得CD比較好聽嗎 不會 嗯 我一樣 今天現場來了很多我的朋友 那由於只是我的朋友就沒必要多說什麼 做朋友 沒有啦 今天有很多要這樣專輯 一起參與的夥伴都有來現場 譬如說大家可以看到左邊這兩位 交頭接耳完全不聽我說話的這兩位 嗯 對就是你們兩位 對對對 那個右邊的是威廉 威廉呢 威廉呢 他負責非常多的 他很常跟我說 靜雯那個賣票開始囉 然後 那個 靜雯那個場地方我們確認怎麼樣 我們 那個合約怎麼樣 就是 都是威廉在幫我負責 因為我這些東西 老娘不想管 所以我們給威廉一個掌聲 然後這位呢 就是大家有沒有看那個 嗨 你還記得我嗎 我是曾經文 好久不見 這個 這是 這位拍的 對 然後 他為了 大家有看到那個影片 非常非常的 我們有小成本 做了一個很大的製作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投影了 我過去十年來的 所有的累積 所以呢 他在一個禮拜內 看了我十年的東西 他覺得很想 喔 他說他看到 不想看 但是呢 他唯一一個 想法就是覺得 靜雯變很多 就是他就問我哪一家做的 但我就不告訴他 這邊有從 星光或是 袁明海就有 認識我的朋友 差很多齁 我長大了 然後 後面還有 可以先這樣 幫我把這兩個 照著我的燈 先關 我想看一下 我有哪一些朋友 有來 可以關一下嗎 因為我看不到他們 我知道我關了 就看不見我 因為我本身比較黑 但是我需要看見他們一下 這光跟我一樣 要遠 哇 好浪漫喔 等一下可以就這樣嗎 好 我們可以看到有 珊珊 珊珊是 一個很有見言的朋友 她就是 她很像我姐 就 因為我是一個很感性的人 然後我做事情都不想後果 然後珊珊就會跟我說 沒有 我跟你講就是要先想到 這些還有那些 跟這些還有那些 跟那些 這樣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 三三一個掌聲 然後呢 還有我專輯製作上 很重要的朋友 在3月9號的時候 她也會負責 彈Keyboard 這樣 那她本身還沒有答應我 但我在台上講了 她就不得不答應我 這樣 那我們給細鮮一個掌聲 耶 好 捨不得是她邊門 你可以看她 一個外表很柔弱的女子 這樣 內心有著非常細膩的靈魂 跟我一樣 藏著敏感女生的脆弱 總愛演帥氣男生的打脫 對 然後我們還可以看到 戴著帽子的這位 不要想躲 對 這一次呢 大家聽到了很多歌 你們可能會覺得 第二張專輯的配唱的聲音 跟你們第一張聽到了 還有很多單曲會不太一樣 都是這位配唱老師 家綺姐 幫助我 所以我們給她一個掌聲 唉 搞得很像是什麼 超大演唱會一樣 有可能我也沒有什麼機會辦什麼大演唱會 哪會啊 我知道了 因為319號交辦 好啦 來囉 今天呢 昨天晚上凌晨的時候 好像是凌晨吧 有一個訊息 她打攪了我的睡衣 她這個訊息內容是這麼寫的 借完借完 語氣是我自己夾的 就是 我明天會跟我女朋友一起來看音樂會這樣 然後呢 剛好她生日的時候跟你 演唱會打在一起 那我 我為了敵 就是我 我沒辦法好好幫她過生日 所以她說 你可不可以做我女朋友生日快樂 這樣 我不知道她有沒有來 可能吵架了嗎 很久了 有來嗎 在哪裡 怎麼樣 你想上廁所嗎 你可以直接說 有想上廁所你就舉手 或是覺得廢話很多 你就舉手 你想想去上廁所 對 好啊 但是我想跟你講廁所那個充足 然後像有點壞 你退從台上直接過去 好像是 有這麼好笑的 我剛才講了什麼 三日 對齁 是個腦袋 有來嗎 女朋友可以上來一下 男朋友在哪裡 快點不要浪費時間 突然變一個人了 沒有啦 快點啦 男朋友在哪 男朋友女朋友一起來嘛 快點 快點因為我下一首歌 剛好是要喜歡一個人 很適合幫你那個 啊 祝他生日快樂 上上上上 什麼 不行不行不行 要上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那方訊息打擾到我睡覺 要上來 我就是要讓你們知道現在有多尷尬 不想是不是 好那我們大家就用這首 耳熟能響的 喜歡多是鼓動 喜歡一個人 送給 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應該是李小姐吧 沒有記人家名字有沒有 應該是李小姐 就很生日快樂 然後 選手的朋友 準備好我們就 開始囉 副歌我們就 一起唱一下 讓他們知道喜歡一個人 是誰的歌 我怕他們不知道 我怕他們 到 我怕他們 等我 我怕他們 會不會 我怕他們